当想要增加收入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方法呢 加班还是多做一份兼职呢 这两者都没有错 但是无论是加班还是兼职 它都是一种主动式的收入 我们都是用时间跟体力去换取金钱的 但是一个人的时间跟体力都是有限的 有做有收入 没做没收入 所以赚取的收入一样也会是有限的 其实在赚取主动式收入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拥有一份被动式的收入 在被动式的收入里面 不是用时间跟体力来换取金钱 而是创造一个能够为我们赚取收入的资产 让我们在睡觉或者旅行的时候 收入都还是源源不绝的 但是我们要有对的观念 被动式收入它并不是什么都能做就会有收入 而是在前期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用时间跟金钱去创造一个系统 而带来被动式收入 在后期的时候就用心的经营这个资产 很多的有钱人就会用金钱投资在股票 证捐 信托基金 房地产又或者做生意等等 这个方法需要庞大的资金还有专业知识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时间来创造这个被动式的收入 就包括出输或者当个薪来赚取版权费 或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就是建立自己的blog跟youtube频道来赚取拥金 虽然这个方法不需要很庞大的资金 但也需要特殊的技能才能做得到 其实我们还有第三种选择 不需要庞大的资金 也不需要特殊的技能 那就是建立一个销售网 把一个好的生意模式复制在人的身上 比如传统的连锁店 麦当劳和星巴克一样 当分店越开越多的时候 营业的时间就会增加 业绩跟收入自然也会更多增加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增加收入 并不是要拥有多一份的主动式收入 而是要创造另一份被动式的收入 这样我们的收入才会无限的增加 就好像我加入一环球一样 它是一份网络备增式电子商务 只要有一级在手 零资金就能开始这一门国际事业 尤其是在互联网迅速的发展下 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备增时间 业绩跟收入 摆脱手听口听的生活 而且我处在的EEBG系统环球 已经是拥有26年的成功团队 帮助了无数的人创业成功 我相信这门国际事业绝对值得大家深入探讨的 欢迎有兴趣的你们 PM我了解更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